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是你说的 这些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皇上 臣妾自知 不难见容于皇上 仍皇上燕姬 那是永章 永章是无心得罪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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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心的是你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为何这般急匆匆的 皇后娘娘 淳主惹得皇上大怒 不顾病体跪在雨中 兜兜血 皇上让她回宫养着 她也不听 皇上为何这般动怒 淳主放行不下三阿哥 挣扎了过去向皇上求情 奴才觉得不对劲啊 还请皇后娘娘 赶紧过去瞧瞧 知道了 你先回吧 知道 你回忠岁宫照顾着 真切知道了 姐姐 这件事情牵扯韩世在内 一会儿见着皇上 说话要当心 我知道的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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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回宫再说 起来 书 来 起来 书 不 书 臣妾请皇后娘娘开恩 就让臣妾跪在这儿 直到皇上激怒 皇上 是臣妾不对 所有的怎么办 都让臣妾一个人收着吧 皇上 是臣请教你无望 您对纯贵妃的疑心没有断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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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此事与你无关 你先回去吧 纯贵妃病中冲撞了您 您就饶恕她吧 朕从未要答她养心殿前现眼 是她执意要入死 朕有什么办法 皇上 永章 永章 永章当时关心臣妾心气 才乱了房子 冒犯了皇上 是臣妾的罪 这当然是你的错 你教子无方 你不能学着当年 孝贤皇后教导皇子 你也学着人家余妃 人家余妃安安分分当一个好额娘 不像你心疏不正 仍是神贝 皇上 臣妾并无此心啊 皇上 并无此心 这是什么 当年宿炼之死 你和淑家皇贵妃两个人做了多少施行 皇上 朱花的事儿 兴许是淑家皇贵妃嫁护李纯贵妃的 朱花是可以在当 你再争夺后卫是她自己吧 不知道被淑家皇贵妃做了多少恶事 朱 朱 朱花贵妃姐姐 请皇上迎准怡妃带淑贵妃回去医治 臣妾有事回禀 罢了 带他们回去 朱 朱花贵妃 这些重疾在身 今日所为 也不过是碍滋心切 皇上 何必如此严厉 剑妇久在恭维 竟如此不识大体 引起纷扰 若为她挑唆 永章怎敢轻言恭维之事 对相见不敬 永章确实在言语上冒犯了你 可他也是一片孝心 皇上为了这个韩事 竟然伤了父子之情 也伤了淳贵妃的心 什么茶 这喝不惯 这是您一罐喝的雨前龙井啊 李渔啊 去去朕的沙澡花茶来 喳 如果您这么多了 让您先喝水 去朕的沙澡花茶来 不过是 吃飘饭 来 吃飘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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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